台北捷運局規劃萬大縣第二期 原定是要執行在土城的京城路上 不過最後捷運局經過評估 決定把軌道站體彎入京城公園 這就引發了當地居民 還有戶數團體不滿到交通部抗議 捷運局不要再規定 高喊口號土城的居民 家長跟戶數團體等出面抗議 他們不滿捷運萬大縣 二期土城段的部分 原本要設計執行在京城路上 現在卻要從直的變成彎的 不僅會破壞綠地的設計 還會影響到土城國小的學生們 你原來的設計 就是你的專家設計出來的 難道你現在的專家說 以前的專家設計的沒辦法做 那你是現在的專家 不如以前的專家嗎 抗議民眾認為 原本這一大片的京城公園 將會因為新的設計 百科老樹被砍除 尤其鄰近的土城國小的圍牆 也會被設計成橋墩的軌道 不僅影響小朋友的上課環境 軌道距離教室 也只有十點四公尺 捷運只認為當年做出的設計圖 在經過檢視之後 認為會影響到地底下的 板南線圖存站 另外還有其他工程問題 才會變更 但居民不買帳 讓到交通部遞交誠情書 希望訴求可以被遞見 華視新聞 順便張永甫台北報導 後漏市民不買到 而且會煙遞 meeting 我覺得 要找到